昨天改编自知名漫画的动漫版《标人》就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在微博上还出现了国漫就照标人这个标准卷下去的话题 演员万倩也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为标人卖力宣传 表示我爱的漫画动起来了 而万倩呢可不仅仅是原著漫画的粉丝 她还参与了动漫版的配音工作 为其中的重要角色阿玉亚配音 《标人》是由中国漫画家许仙哲创作的武侠题材作品 曾获得作家马伯雍和深海导演田小鹏的大力推荐 动漫版标人在画面风格和故事讲述上 对于原著的还原度也是最被网友们津津乐道的地方 有人就评价说预告作画精致分镜流畅舒服 里面的一切元素都满足我对武侠的幻想 更多的人则是在感叹 现在国漫的制作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不可否认国漫最近几年在技术方面进步显著 但技术仅仅是手段 从以往的市场表现来看 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作品尊重观众 能够讲好故事的国漫 才能产生更多共鸣 最终成功出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